现在我们所能够就雷达的系统的 这些性能租源所做的分析来看 歼20在这方面应该是遥遥领先F35的 F35虽然分成APC三款 可是你知道它有些舰载机 有垂直起降的 有陆地上面正强起降的 可是三款F35 其实你要把它当做三种不同的机型 因为它们之间的包括零组件的互通率 大概只有25%而已 那歼20现在大规模生产 大规模列装 而且全面的往前推进 那个味道很清楚 就中国借着歼20所创造出来的空忧 中国在创造一个比较大的战略的众生 就是这个战略众生 在歼20的作战半径范围之内 所有的潜在对手的军事部署 它都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